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富人思维》 乍一听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点排斥 别担心,这本书并不是想要教你什么富人的成功学 而是想带你去看一个专门挣大钱的职业 天使投资人 为什么说天使投资人是专门赚大钱的呢? 这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在创业公司最早期阶段进行投资的人 这种投资的风险性极高 但一旦成功,回报也要远远高于债券、黄金、指数基金等更为成熟、稳健的投资工具 举个例子,如果你在苹果公司1976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拿1000美元投资入股 到了2018年,这1000美元将变成152亿美元左右的巨额财富 这便是一位天使投资人可能收获的回报 当然,这种情况比较极端 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天使投资人在持有创业公司股份三四年以后 就会把手里的股份出售 因为如果你投资的创业公司与市场契合 那么三四年之后,它应该已经成长到能够获得主流资本的青睐了 比如可能会上市,或者被大公司收购等等 而这个时候,他们也就不再需要天使投资人的帮助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天使投资人最独特的地方 那就是能够先资本而动 在主流资本尚未入场的时候,抢先一步占领山头 人们都说,资本是聪明的 顺着资本的流向 你能看到市场中那些效率最高的地方 看到经济的起伏脉络 但是,天使投资人想要成功 就要成为比资本还要聪明的人 他们需要预判资本的预判 而且,这种预判并不像是我们对股票 债券这些传统大类资产做的价格预判那样 主要是依靠数据和模型推导出来的结果 天使投资人在做预判时 需要全方位的调动自己的行业嗅觉 经验体感等等 可以说,每个天使都有一套自己的秘密心法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 正是要带你破解其中一套具有代表性的心法 本书作者贾森·卡拉卡尼斯 是硅谷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之一 也是顶级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 聘请的首位投资猎手 在2017年7月,也就是本书出版之前 他仅做了6年的天使投资人 却已经手握价值1.5亿的资产组合 在他的众多投资案例中 最出名的莫过于线上打车APP优步 作者在刚开始做天使投资的时候 就果断为当时估值只有500万美元的优步公司 投资了2.5万美元 后来优步爆发了惊人的成长速度 也给作者带来了超过1000倍的投资回报 就是这笔投资一举奠定了他在投资圈的顶级地位 在书里,作者为我们详细拆解了 作为一名天使投资人所要经历的几乎一切重要节点 不仅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经验 也穿插了很多当今科技巨头在创业阶段的那些 鲜为人知的圈内故事 在接下来的解读中 我们就分三个阶段来看看作者是如何从一个 来自美国布鲁克林的穷小子 变成一个身家过亿的天使投资人的 第一阶段 我们主要来看看 作者是如何积攒起做天使投资的起步资金的 第二阶段我们来说说作者是如何打入天使投资圈 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和资源网络的 第三阶段我们来看看作者在投资实战中的经历 并重点关注他在筛选投资项目时所采用的一些关键策略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一阶段 起步阶段 我们都知道 要想成为一名天使投资人 你至少要先拥有能够用来投资的资本 但是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 作者跟大部分年轻人一样 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穷小子 那么他是如何积攒起做天使投资的起步资金的呢 当年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 先是自己创业 然后开始兼做创业公司的投资顾问 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呢 是一份名叫硅谷报道的杂志 网络时代来临后 这份杂志也转变成了一个搜集和发布硅谷新动向的线上网站 之后被大公司道琼斯收购 这段创业经历持续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给作者带来的财富却并不是很多 不过在这段漫长的折服期里 他积攒了大量科技创业相关的见识与人脉 以及在市场推广和公关运营方面的技巧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在这之后接连为多个创业公司提供顾问服务 顾问不需要掏钱入股 而是用知识、技术、人脉或者声誉等资源 来换取公司股份 在进入天使投资领域之前 作者总共为六个公司提供过咨询顾问服务 其中光是前三个就为他提供了70万美元的回报 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创业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比如他跟别人联合创立的博客公司 后来被美国在线公司高价收购 在这段漫长的创业和辅佐创业的时间里 作者积攒起了对于技术创业公司的扎实体感 正如在炼丹炉里摸爬过 才能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这段入行前的折服期也使他能够在日后更敏锐地觉察出 什么样的创业项目才是能够经受住烈火考验的真金 不过到这里作者却说 如果能够回头再来一次的话 他会选择另外一条路线 那就是直接进入到天使投资行业 为什么呢 作者说啊 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也就是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对计算机领域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并且清楚地知道 微软思科等几家企业将会在未来成长为庞然大物 比如他当时就察觉到 从当时计算机普遍使用的DOS系统 到微软的Windows系统 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因为DOS系统所使用的那种 满是命令行代码的深奥界面 实际上让计算机成了一个少数人的秘密俱乐部 而Windows系统所采用的图形界面以及鼠标 则能够让计算机成为大众的麦当劳 作者说 如果他在80年代末 微软和思科还没上市的时候 把洞察付诸实践 给这些公司投入个几百美元 那么就能早早赚到几十万 也就不需要后来曲折的攒钱历程了 这听起来可能有一点事后诸葛 但其实作者是想借自己错失机会的经历 提醒读者们 不要被所谓的贫穷限制了勇气 扼杀了本可能属于你的收益 在他看来 与其每个月花上几百美元订购各种电视套餐 或者是视频会员 不如把这些钱攒起来 用于项目投资 即便每家公司只投资五百美元 五年后也已经至少投资了十几家 或许其中的一个 就会给你带来成百甚至上千倍的收益 即便不是如此 这样的经历也能够帮你 更直接地积攒起投资体感 更早结识各类创业者和投资人同伴 作者还指出 当下的年轻人在寻找项目方面 拥有比他当年更大的优势 因为他们甚至不必亲自到处奔波 只需要打开笔记本电脑 就能跟着其他富有经验的天使投资人 一起进行投资 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 美国出现了很多专门做 天使联合投资的合法机构 在这些机构的网站上 成功的天使投资人们 会创建一个联合投资团 他们会介绍自己通常投资哪些领域 已经投资了哪些公司 每个投资大概投多少钱 项目成功退出后的提成是多少等等 而刚刚进入天使投资领域的年轻人们 只需要在网站注册 然后加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天使投资团 就可以给投资团评估通过的 每个创业公司投一小笔资金 此外 作者在如何选择联合投资项目方面 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他认为 投资者们应该主要关注这么几个项目特征 首先联合投资团里的带头人 应该有至少五年的投资经历 要投过至少一个知名的独角兽企业 也就是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 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司 此外 创业公司应当有至少两位创始人 这样如果未来其中一位退出 还能维持运转 以及这个创业公司 必须已经发布了产品或服务 不能还处于纸上空谈阶段等等 在作者看来 天使投资新人在正式入行之前 先参与十来个联合投资项目 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金收益 这也是一个拓展人脉 建立生育的过程 而经过起步阶段后 如果你已经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和见识 就是时候要离开联合投资 这张温暖的小床了 因为最好的项目一般不会被公开挂在这些联合投资的网站上 你必须得独立的去筛选投资项目 实打实的考察公司会见投资人 根据作者的估算 一位天使投资人在十年内至少要评估一万多个创业项目 与数千位创始人面谈 才能找到200个左右的项目进行投资 而这些项目中可能只有几个能成功 这让整个筛选投资项目的过程很像是在淘金 你需要过滤掉大量的泥沙杂志 才有可能找到真金 那这件事该怎么做呢 好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你想最大化自己的淘金成功率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拿起工具就地开工吗 好像不是 你应当最先做的是 判断哪块土地里的金矿最多 然后到那里去开工 做天使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需要去创新创业集聚的沃土寻找项目 因为在这里才最有可能诞生下一个独角兽企业 如果是在美国的话 作者明确指出你必须要去硅谷 因为在过去的50年 没有哪个地方比硅谷这个小半岛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更多了 我们所熟知的谷歌脸书 苹果推特优步领英 异贝等超级独角兽 全部诞生于硅谷 那些最优秀最有潜力的科技人才和创业者们 往往都会来到硅谷 而如果最好的创业者来这里 那最好的天使投资人也必须来这里 那么来到了机会云集的淘金胜地之后 我们就可以撸起袖子大展身手了吗 还不行 因为要想开采出那些埋藏在地下的金矿 光靠一个新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那些最火的项目通常在你知道之前 就已经迅速被创投圈里身经百战的大神们瓜分掉了 所以你必须尽快挤进这个圈子 利用起圈内的信息和人脉 才能接触到那些最值得开采的金矿 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为建立项目共享网络 具体怎么做呢 第一步你需要盘点一下自己之前投资过的那些创业公司的合作投资人 把他们都放在一个电子表格里 如果你已经通过联合投资网站投资了十家创业公司 那么你的表格里就有了五六百名的潜在投资人储备 第二步在你的电子表格里把这些投资人的领英推特和脸书链接都写上 然后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加他们为好友 你的好友申请里可以这样说 你好某某先生 我和你一样也投资了某某创业公司 从而拉近距离感 在这之后呢 你需要每天打开社交平台 给那些加了你好友的投资人们点赞 跟他们互动刷存在感 这是一个简单却有效的派发社交货币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 你能够与这些圈内人建立起基本的社交关系 第三步就是有选择的给那些最受关注的投资人们发电子邮件 约他们出来见面 见面时可以重点了解他们最近投资了哪些项目 为什么投资这些项目 为创业公司提供了哪些帮助等等 此外 不要忘记询问他们手头有哪些正在评估的有趣项目 甚至还可以跟他们讲一讲你最近投资的几个项目 问问他们是否有兴趣 也见见创始人 作者指出 在每一次与其他投资人会面的时候 你都必须时刻当作自己是在接受面试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因为在当今这个社会 其实资本遍地都是 而好项目却千金难求 记得吗 咱们之前说过 那些真正的好项目从来都是在大家知道之前就已经完成融资了 因此你必须表现的足够好 才能让那些有资历的天使投资人 愿意把你介绍到他们的宝贝项目里去 而这扇信任之门一旦被打开 你就能够开始源源不断地积攒资源 环环环相扣地编织起一张自己和其他投资人的项目共享网络了 当你通过项目共享网络拥有了自己的私有项目流之后 接下来才是筛选项目的阶段 首先你需要明确自己要投资的赛道 也就是项目所在的行业 在作者看来 这个世界上的行业赛道只有两种 一种是疯狂扩张型的 另一种是其他 这里所说的疯狂扩张 是指能够获得数十亿美元估值 让股票价值增长几百倍 作者指出 像餐厅 电影 服装厂 酒厂等传统行业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 无论创始人多么努力的工作 都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你可能会说 不对呀 像麦当劳 星巴克 还有做瑜伽服装的 Lululemon等传统企业 他们也早就达到了 数十亿美元的巨无霸级别了呀 是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他们巨无霸体量的背后 有着长达几十年的蓄力期和成长期 但现实是 我们大部分人都无法等上这么长的时间 缓慢积累财富 天使投资人更是如此 他们要找的是那些能够在五到十年内 就能够扩张为巨无霸的公司 而在这一点上 信息技术企业的表现 远远优于传统企业 为什么呢 这背后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经济学道理 决定一家企业扩张边界的 是它每扩张一单位带来的 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 只要编辑收益大于编辑成本 企业就会持续扩张 直到二者相等 而传统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 在扩张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他们各自的编辑成本变化规律是不同的 你看 以麦当劳为例 它的扩张方式是 多卖一个汉堡 或者是多开一家分店 而这些的成本几乎是固定的 你开第九家分店的成本 并不会比第八家低多少 再来看谷歌优步这类软件公司 他们的扩张方式是 让更多的人使用自己的软件 而一旦软件开发好了 每增加一个用户的成本 微乎其微 可能只有扩张到某一上限的时候 你才需要集中增加一下运营维护投入 然后继续扩张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 作者建议天使投资人们 关注信息科技这个赛道 而不是那些传统赛道 那么站到这条赛道上以后 我们该如何筛选具体项目呢 作者告诉我们 你要关注的不是创意 也不是市场 而是创业者本身 人并不代表一切 却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这是作者在他的博客里 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没人能知道一家公司 在未来会不会成功 但是我们能判断 创办这个公司的人 能不能成功 为了做出这个判断 我们需要与创业者 进行一次面谈 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你的面前 就坐着一位创业者 我们该如何判断 他是否具有创立下一个 谷歌脸书 或者优步公司的前置呢 作者给出了四个 可以问他的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正在做什么 这个问题听起来 有点像是在问 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或者是我为什么 要投资你的公司 但是这些问题 本质上都是在问事 而不是人 我们需要认识到 谷歌成功的关键 不在于它是一家 做信息搜索引擎的公司 而在于谷歌的两位创始人 能够编写出一种 优于同行的软件 帮助人们 更快地搜索到信息 而如果我问创业者 你正在做什么 就能够更好地聚焦于 创业者本身 以及他能做的事 在做的事 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 你可能会听到 形形色色的答案 在这里 作者透露了 他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 所听过的两类 最不好的回答 第一类是为了挣钱 作者指出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为了挣钱而创业的话 那他最终大概率会放弃 为什么呢 试想一下 假如你能研发一款顶级搜索引擎 那么肯定得具备顶级程序员的能力 而对于拥有这样能力的人来说 如果只是想尽快填满钱包的话 完全可以让谷歌或者是脸书聘用自己 这样能够直接获得每年100万美元的股票和工资 既然如此 又何必自己承担着巨大风险 投入大量精力物力 去独立研发一款软件呢 简言之 如果以挣钱为目的进行创业 创业者很快就会发现 有很多其他门道 在短期内比创业赚钱更快更多 也就不想再做创业这件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的事情了 上面说的是第一类糟糕回答 第二类糟糕的回答是 因为某个成功的公司没有做这个功能 比如在作者投资优步以后 总是有人向他推荐能送餐的优步 共享直升机领域的优步 以及用于购物的优步等等 作者认为 这类创业者其实是缺乏远见的 因为他们选择了为其他公司的产品 开发某项补充性功能 而不是做一个完整的产品 或者是怀有某个伟大的使命 这样的公司即使一时成功 最后也通常会被大公司击垮 或者被便宜收购 没有机会成为一家独角兽 上面说的是两类糟糕的回答 那么针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怎么回答才是正确的呢 作者告诉我们 这是因人而异的 比如如果你去问优步的两位创始人 他们会告诉你 自己创业的原始动机 仅仅是因为在巴黎参加一次技术大会 打不到出租车 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则会告诉你 自己害怕交际 不善于跟异性打交道 不敢联系前女友 所以想创建一个社交平台 这样就能知道大家的人际交往状态了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简单幼稚 但再仔细想想 世界上还有比繁衍后代更重要的事情吗 根据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的理论 没有 因此扎克伯格的社交恐惧症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产品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是现在 作者认为 从某些方面来看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科创领域总是有很多人不断的重复尝试相同的想法 现在我们在看很多互联网巨头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他们是因为抢先占领了某个赛道 才获得了快速扩张的机会 但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脸书是第十个社交平台 谷歌是第十二个搜索引擎 iPad是第二十个平板电脑 YouTube更数不清是第多少个视频网站了 他们都不是最早进入赛道的那批玩家 但为什么却成了跑得最快最好的那个 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 并不是说谁第一个做谁就会成功 而是当现实条件成熟之后谁第一个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还是回到优步这个例子 事实上在优步出现之前 曾经有另一家创业公司 也试图帮助人们用手机预定出租车 他们对于为什么是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短信 但现实是短信这个条件远远不足以支撑 手机打车类业务的发展 这类业务需要手机具备高性能的中央处理器 直观的大触摸屏 以及军用级精度的GPS 而这些正是优步对于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 再来看YouTube 在它出现之前 其实已经有数十家视频网站了 不过在当时 由于宽带成本和网络存储成本很高 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发布的视频被疯狂传播 那么你就要向视频网站支付数万美元的服务器费用 但是到了YouTube时代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得宽带成本降低 云计算的出现导致网络存储成本降低 这就使得YouTube可以不像它的前辈们那样 向视频发布者们收钱 相反它还会把热门视频里的广告费分给发布者 这便催生了大量来自民间的优质视频内容 为它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原动力 第四个问题 你有哪些特别的优势 换个更犀利的表达就是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做这个项目 或者相比于那些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和跟随者 你有哪些优势 一个有点悲伤的现实是很多面谈都终止于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创业者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能给出答案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从实践来看 如果创始人具备一些特别的优势 他的创业公司在未来的确更可能获得巨大成功 比如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曾经就读于斯坦福大学 认识很多善于编写算法的天才程序员 脸书上线的时候扎克伯格正在哈佛大学读书 他和朋友们对于校园文化很熟悉 可以清楚地掌握线上社交平台的潜在市场情况 还有比尔盖茨的母亲 玛丽盖茨曾经担任美国联合券目协会的执行理事会主席 而当时IBM的CEO就是理事会成员之一 这也为后来IBM雇用微软来为他们的第一代个人电脑开发操作系统提供了契机 那么如果一个人在家庭背景 教育背景或个人技能等方面不具备特殊优势 就无法成功创业了吗 当然不是 但作者提醒我们 天使投资人的任务不是浇灌梦想或者为爱发电 而是在尼龙混杂 泥沙俱下的项目洪流中筛选出最大概率能够成为独角兽的那一个 好 问完上面四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对这个人想做什么 能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做 有了一个大致认知 如果你感觉他基本过关 就可以继续深入问问他创业的具体战术细节 包括商业模式 市场策略 团队情况等等 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 除了这些以外 书中还包括一些具体的流程操作层面的细节 以及一位天使投资人在评估项目和创始人时 可能用得上的问题清单 从这本书的主题来看 它的最大价值似乎在于 为那些想成为天使投资人 或者想获得天使投资人青睐的人们 提供一份行动指南 那么如果我们对创造财富没那么大兴趣 了解和学习这套天使心法还有必要吗 答案是非常有必要 虽然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当天使投资人 去评估某个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 某个公司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脸书 但是我们每个人至少都会评估一个创业项目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比如如何为自己拥有的时间 人力等资本 找到一个未来可能回报率更高的去向 或者是要北上广的一张床 还是要家乡的一套房 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的扩张潜力 如果一件事情失败了 是因为这件事本身行不通 还是做事的人或者现实条件的问题等等 所以从本质上看 这其实是一本教我们决策与判断的书 作者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高明的决策比低效的勤奋更重要 正确的判断比富贵的出身更值钱 在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创业或者天使投资就像把你放到一个很大的漆黑的体育馆里 里面有一个电灯的开关 你在黑暗中摸索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直到找到了这个小小的开关 轻轻地按下它 眼前顿时一片光明 仔细想想 这个开关不正像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要寻找的机会吗 如果说价值投资者擅长与时间为有 那么天使投资人则擅长与机会共舞 他们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在识别机会 这也是从天使投资人身上我们能得到的一个重要鼓舞 那就是对于具备天使思维的人来说 任何年代都可以是充满机会的黄金年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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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